南京失联女大学生被男友火同他人杀害 死者父亲是在社会上认识的 显示,江苏女生李某月今年6月从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毕业 7月9日前往云南西双版纳 随后失联 8月4日,孟海警方发出通报称 失踪女生李某月遗体于8月3日被发现 并且已经会同南京警方抓获了嫌疑人洪某、张某光、曹某清 其中洪某为李某月前男友 李某月在失踪前 与男朋友洪某居住在南京马群街道的一个小区 随后,李某月的父亲在7月13日向南京警方报警 同时,还有媒体报道 李某月在失踪前 曾与其男友洪某有过争吵 尽管李某月在南京上学 而自己在长州念书 但两个人一直都在维系着朋友的关系 初步查明 犯罪嫌疑人洪某与张某光、曹某清南京合谋 张某光、曹某清前往孟海县 于7月9日晚将李某月又骗至该县城郊外山林中杀害必埋事